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华元寺和活光会走过了辉煌的2016年 那么我们现在就想请两位来跟我们谈一谈 在我们辉煌的2016年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历程 辉煌 我倒不敢这样说 但是我可以说是丰收的一年 在我们看来 当然临时谦虚 在我们看来 其实玛丽可从来没有这么样的辉煌过 对 没有这么样的辉煌过 我没有办法不用这个词 因为它进步蛮大的 同时就是说人心上的一种收摄 就明显能感觉得到 当然我相信这一年 我们的主持 我们的会长都是非常辛苦的 在这儿我非常想听一听 你们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的历程 如果要讲 我其实还是觉得 从我印象中 由满地可华盐经社开始 主要还是满红法师 一路带领 然后一直到满下现在这个道场所在 就大师把它改名为满地可佛光山华盐寺 那么从一个经社变成一个寺院 那信徒呢 从资深的 从开始的几位礼士 几位早期信徒 然后一直到今天 真的这一路来 经过满红法师 满衣法师 妙让法师 然后到我还有妙宽法师 如中法师 那么中间还有 有如灵法师 对 如灵法师 那其实一路来确实 刚刚我们一心提到说 在这一年可以讲是好像一个 跨蛮大幅度的一个成长 这个我想也是因缘聚会了 就是我也要感谢 妙款法师跟如中法师 他们通力合作 在不同的领域里头 他们各有专长 所以真的是也不容易 那么我自己在看这个道场 从我们一年半 一年半 那么来领职到这里来 那么我其实开始 我并不知道我们满地可 佛光山到底要往前走 是可以走到什么样的情况 我并不知道 只是说 我第一个是环境上要处理 就是我觉得它很冷 冬天的时候 印象中 给人的感觉就是冷 那我就只记得第一次 开礼士会的时候 我就当时提出 别的事都不急 我急着要在入秋以前 致寒 我要暖气系统做好 对 后来并不是系统问题 就是有一些门缝 久了缝比较大 金刚师兄们就把它处理好了 但是从那里我感觉到 满地可佛光山还原是 在大家的护持下 其实它的基础非常好 大家的信仰的虔诚 对于护持到场的那种发心 一切都具足的 是 那我只是说 觉得要 因为大师交代了 这寺院要学校化 我觉得要把教育再加强 那还有就是 师父说 人间佛教要走出去 我就一直想着 这个教育要加强 他走出去用文化去交流 当然慈善这是 永无止境的一种关怀 那么就按照 大师教给我们的四大宗旨 以文化弘扬佛法 以教育培养人才 以慈善福利社会 以共修建化人心 我就是在这四个方向 好像把它把关 遵循这样子 然后把年度的活动 设计进去 是 那就看到 整个道场 我感觉特别上 譬如说 我在今年的佛学会考 虽然我事后看照片 看到在大殿内 大家那种专注作答的那个 真的看到那画面 我是很感动的 那另外像 之前才刚过的八观灾界 我从这里看到信徒 在信仰上 又再向上提升了 是 那种庄严 那种威仪 那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的 是 那个整个的气氛都不一样 对 所以我觉得在寺院方面 就觉得信徒的素质有进步 然后信徒的成员有增加 当然这个可能也是这一波 从中国国内来的移民 他往全世界各地去了 那我们满地壳也不少 是 所以就感觉到 他们加入 而且他们加入 也成为护法 也担任义工 加入佛光会 有的还成为干部 所以整体上来看 我看满地壳是一个 还有成长的空间 那也不断一直在进步的 一个寺院团队 是的 好 谢谢勇国法师 那现在呢 我们有请赵德利会长 那跟我们聊一聊 我们佛光会 在这一年中间的一些成就 好 佛光会今年呢 在住持 还有在两位 辅导法师的待遇之下呢 佛光会在这一年里面 我觉得大家的凝聚力啊 已经是比以前 有大大的进步了 那再加上 我们佛光会今年 除了原本的三个分会 还有青年团 那我们今年又增加了 三个新的分会 是 很不一样 不一样 所以这三个分会 就是有菩提分会 菩提分会 它的会员的基组呢 就是原来我们的佛亲 就是说青年团 晚上一走 就是菩提分会 对 那他们现在已经 有的在社会上工作了 有的成家 那有的从小就已经在 我们华业寺道场 跟着父母亲 来做共修的 一起长大 那再过来 还有一个是光明分会 光明分会呢 最主要就是 我们以社团 跟我们协会之间 批持互动 来往良好的这些友人啊 那大家可以 把他们借一借来 给大家一个机会 能够认识我们 能够认识佛教 是 那再来 还有一个英语分会 那这英语分会呢 跟我们的英语读书会呢 是有关联性的 因为我们英语读书会里面 有很多不同族裔的人 那他们来到这里 他们想要了解 人间佛教是什么 是 那所以我们就借这个机会 把他们也带引进来 牵引进来 对 好 谢谢会长介绍 其实我们这次增加的 三个峰会 要说起来的话 都是非常有力量的 是 把外族裔的人 非汉语系的人 对 我们也把他接引过来 让他们有一个机会 来给我们接缘 来了解佛法 那么给社区的这些友人 又提供了 很好的一个桥梁 对 让他们有机会来接触 当然语言是相通的 可是思想不见得通 但是现在我们 给他架上桥梁 如果说有志愿 来了解佛法 有志愿了解人间佛教 甚至会有意识要来 增长自己的智慧 活得明白 其实都可以来 我们的光明峰会 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朋友 他可以加入 没有为什么 他只是支持我们 认同我们 就是说 你们都做很有意义的工作 我认同 我赞叹你们 那我加入佛光会 是为了支持你们 是 他们只要任何一个人 不管是支持我们 加入我们 这都是对 人间佛教的一个贡献 不过我想 刚刚会长在讲的时候 我真的脑子里 我就浮现 才前几天会员大会 我们不是会长 做一个工作报告的 PowerPoint 对对 就是一整年嘛 从我们的年宵 每年的年初 我们有年宵活动 开始 这样一系列的 一直到12月 你看那个 Complex Deja Dane的 玉佛啦 是 一种中华文化 佛教文化 对外的 一个宣扬 一个传承 对 那只活动 做得非常成功啊 对 让社区上的朋友们 就看到我们 嗯 之后也好几位 都说是那个活动 然后认识我们 找到我们华言师来的 是 所以觉得 我们搞这些活动 真是蛮深入人心的 可能我们听众朋友们 透过我们 人间好心情的节目 可以稍稍感觉 我们跟一般传统的 佛教是不太一样 是 我有一位在 媒体行业的一个朋友 他就跟我说 你们佛光山 在弘扬佛法上的成就 是超过其他 他所见过的 任何一个机构 所以我相信说 佛光山值得 我们的同行 这样子来评价 这样 我觉得真的 我们最主要就是 以人间佛教为主 那人间佛教呢 其实给人的一个感觉 就是 它是生活化的 它不是石板的 而且它可以应用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里面 不管是行住坐卧 或者是待人主事 各个方面 我觉得我们都可以 把我们在 道场里面学到的 然后在佛光会里面 学到的 然后应用在人生上面 我觉得这个是 很大的一个空间 其实您说的 这个是很对的 现在有很多的 心灵鸡汤之类的那些 其实总结起来的话 也是很多 友谊人生的事情 但是归根结底 最终真正得到 自由和解放的话 可能还能归到 灵性上 在心灵上的一个成长 一个信仰 对 是 如果讲说归到 灵性上 信仰上 这方面的力量 其实因为我们现在 应该是要进入到 人间姻缘 这个单元 对 因为我们这一集 是2016年 最后一集 是 下一次在空中 跟大家结缘 是明年的事 对 2017年 2017年 我们待会儿 要讲明年见 对 所以我觉得我们 这样说着说着 其实有一种感觉 就是我们也 不是只有为自己的生命 留下历史 也不是只有为自己的信仰 这个道场的佛光会 留下刚刚提到的 这些走过的 共同的成就 是 我刚刚提说 跟传统的佛教不太一样 就是我们是很希望 可以为这个人间 留下更多善美的种子 为这个社区留下 更多美好的姻缘 是 所以我就特别在 人间姻缘里头 选了一首非常相应的 相契合的一首歌 这个取名就一个字而已 就叫留 留下什么 每个人的诡计是不一样的 我们今天因为是 比较偏重是 回顾与展望 那回顾以往 我希望 大家都是丰收的一年 大家凡是走过的 你留下痕迹 但不会懊悔 那么如果对于展望 我觉得一年之际在于春 你有很好的开始 说好的开始就是成功的一半 所以我想先欣赏这一首歌 给我们一点启发 之后呢 我们再来谈谈2017年的展望 好吗 好 谢谢勇工法师 谢谢会长 那我们请欣赏留 留一点自卑的种子 让世人想有和平的过世 留几句爱与的和风 让人间充满尊重的温柔 留一份伤美的信仰 让众生我值得独的姻缘 留无限欢喜的演习 让后人心深深渊的怀念 春痴痴中自弹头 小草奇奇和丰富流至人间 因流人美丽 水清清醒 阳人心窝 云又又烟 心如云柔 人间 因流 而美丽 留一点自卑的种子 让世人想有和平的过世 留几句爱与的和风 让人间充满尊重的温柔 留一份伤美的信仰 让众生我值得独的姻缘 那无限欢喜的演习 让后人心深深渊的怀念 春痴痴中自弹头 小草奇奇和丰富流至人间 因流人美丽 水清清醒 当人心窝 云又又烟 心如云柔 人间 人间 因流 而美丽 云又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回到我们本期节目的下半段 那我们上半段是回顾2016年 下半段我们就要展望2017年了 仍然是有请我们两位嘉宾 给我们来谈一谈2017年的计划 有请永固法师先跟我们谈谈好吗 本来我觉得2016年没讲完 但是我不可以再回到过去了 不能拖泥带水 我们说过了就过了 对 2017年当然从跨年开始 其实迎接的第一个活动是大扫除 我们上次谈过的出波节缘大扫除 那之后义工围炉了 义工围炉有两个对象 那一次是比较大型的是我们的佛光义工围炉 就是说一年下来你参与佛光山佛光会的一些义工工作 都邀请回来大家一起围炉聚餐 然后另外一个是留学生的围炉 让他们开开心心过个中国年 那之后就要过年了 今年过年在1月27就是奴隶出戏 其实会长要不要讲一下 过年之前还有活动也 还有 对 那我来说说 就是我们接着留学生海外围炉之后 我们在1月22号 我们就开始我们的年宵活动 那这个年宵活动呢 是我们每年春节期间的一个大活动 这个已经好多年了 那接着呢 还有1月27号 那这天是除夕 可是我们还是有年宵活动 那接着过来有1月28跟29 所以在2017年的年宵活动 我们就有四次 有四天啊 对 四天 那这年宵活动里面 我们每一年呢 都有很多 像有越南的食物 香港的 也有台湾的 甚至于有当地的 西点市的 这些过年期间 大家想要吃的食物 买一点啊 然后给家里面 增加一点年节的气氛 对 所以知道我们这边 每年的年宵的食物 都很丰盛 对 有些都是老客户了 有些也是因为我们很多义工啊 很多会员 很多信众啊 大家这样子口耳相传啊 然后大家听到 哦知道年宵活动要开始了 所以他们开始预定了 预定了 对 有些都会预定的 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年宵活动上面 所卖的食品的 全部都是义工们 手工制作 矿节的全环保的 全环保 而且有全素食 全素食 全环保的 没有添加剂 没有那些什么化工 化学品在里边 就非常安全 也非常美味的 对 所以大家早早就已经 想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开始 然后到时候 他们就会很早的来 那经过这样子 大家把年宵这个活动 办得很精彩 那年宵呢 也不只是只有食物类的 我们甚至于有年货 还有一些中文学校 小朋友们的剪子啊 折子啊 就是等于大家 来到我们的道场 看到我们这些年货的时候 他们就会觉得很欢喜 大家会觉得说 哎呀 真的在国外 我们也能够过到这样 中国年啊 这是不一般的 这个年货我要补充一下 跟一般我们可以在坊间看到 比如说Chinatown 不就是红冻冻的 都很热闹的嘛 过年期间 但是在我们满地可佛光山华盐市呢 这些年货 我们不是在本地买的 特别是专人到台湾 香港大陆 日本 特别去采办回来的 所以应该是本地比较少见 对 很多东西都是很可爱的 像我记得我们2016年是猴年嘛 有几只好可爱 猴子 敬请期待 对 敬请期待 刚刚两位嘉宾所说的年货是指年式 年结的装饰品 要挂饰什么的 您说到这个 我看到大殿里边有一些挂起来的像风铃一样的 但是又有一个玻璃球在里边 那个非常精致 非常精致 我向我们听众朋友推荐一下 那个是非常值得我们请一个 那么一个挂饰呢 可以挂在佛前 一直到正月十五以后 那么呢 就可以把它请回家去 我们先写上自己的名字 这个很有意思的 那个请回家去 是不是就意味着可以保大家的平安呢 给时来运转呢 是不是这个意思呢 师傅 这些年结的挂饰 因为每一年都会有一点不一样 我们从总本山 然后把它请购回来 那么随大家欢喜 大家可以登记功德 当然我觉得在这段时间 是比较多人会回到寺院 会登记要供养光明灯啊 平安灯啊 这个一年的开始啊 这些这么欢喜的功德 我想这个过年 可能我们还要再 因为真正的布置呢 其实要到大扫除之后 大家就会看到 哇 今年又有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负责道场法务啊 布置的这一组 那是在如中法师带领之下 一直很用心 我看有一些 我现在先不透露啊 他们已经先给我看过sample 我说真的要这样啊 蛮费功的呀 我是觉得蛮好 但我不敢这样子讲 因为真的就是蛮费功的 那这个就等大家在过年期间回来 就会看到 回到博光山华言寺的话 就会有一些惊喜 特别喜气 对 特别欢喜 今年确实不一样 当然我也卖个关子 我也不说些 所以请大家期待 是 那当然因为我们说展望嘛 我想我们把进度拉快一点 整个大的section 我们提一下 你像过年 过年我们一定要在过年前 特别有一个单元 到大嫂出完 我们就好好的跟大家在节目里头 再预先的分享一下 是 那当然农历新年不用讲 刚刚我们会长说的 春节期间的活动 佛光年宵 那另外你像烧头柱香啦 初一 初一有新春 李千佛 那今年连初二都李千佛 因为初二刚好星期天 OK 再来其实我比较要带到的是 我们人间学院就要开学了 那开学之后 当然佛学课程啊 禅修啊 就禅作班 是 那像太极啊 养生舞啦 中国节啦 喷嚷 哇所有啊 很多班 那都会开课嘛 嗯 那我也在想说 有一件事情 我今年一定要把它成功的推出 嗯 这是我已经想了一整年了 是吗 至少一年 OK 那您告诉我们 可以先透露一些给我们 它不是活动 嗯 但是它会让我们活起来 它是我们的精神食粮 OK 就是我们图书馆啊 哦 对 其实 我们两位菩萨 我们会长也好 我们主持人一心也好 都知道我们有一个 说是图书馆也没那么大 说图书室 它也不是那么小 是 你们看到那个图书室 其实是因为摆不下 那个书呢 有的在箱子里 有的就散在办公室 哪个角落的架子上 这样子 嗯 我就觉得很可惜 嗯 因为其实我以前在佛学院 当学生的时候啊 我有几个公务 就协助一些工作 其中有一个 我是图书馆的馆长 我当学生就在整理书 所以我到哪里去呢 我们师兄弟都知道的 法师们都知道 肯定有一个图书馆要出现了 嗯 但是我在我们满地壳 我就一直看 什么地方可以啊 想了想 嗯 总之呢 就已经下定决心 我们农历新年啊 嗯 过了之后呢 开学 我就要开工了 是准备图书馆的工作 对 对 图书馆呢 嗯 这个图书的分类 整理 当然要筛选啊 嗯 是 那么会增加一些新的书 是 那我们以中文的为主 嗯 那么浮以 就是说另外增加英文的 法文的 嗯 那可以有这个纸本的书 那也会有一些 DVD啊 CD啊 嗯 那有大人的 也有小朋友的 我希望是一个 比较齐全的 当然我们会去筛选 它的书性呢 是 有一些什么武侠小说 爱情小说 我就不会拿进来了 什么地方有限 是 总之呢 要讲新的年度的一个展望呢 在我看 我觉得满蒂可 佛光山的信徒 我相信 这些护法信徒 还会在 一是人数增加 二是他 信仰的层次会提升 嗯 那道场要提供的功能 就像一所学校 这种学习的功能 它要更具足 如果要真的 总的讲的话 我相信新的一年是 征服又征慧的一年 OK 好 谢谢师傅给我们的开示 那我们的会长呢 当然了 我们的学会也是希望 第一 大家能够努力 然后增加我们的会员 在我们的2017年里面 我希望能够从我们目前的数字增加到 双倍以上 这是我 第二呢 在会晤上要成长 让我们能够活动更多 让我们跟社区之间能够有更多的沟通 良好的互动 是 那再来就是在我们的信仰层次上要提升 在我们的人间佛教道路上面要努力往前走 好 任重而道远 大家 其实我们只要尽心尽力 有这一份热忱投入 我相信一定可以心想事成 是 最后面在结束之前 我还想问一下师傅 我代表我们的听众 我们这个节目呢 在新的一年中间会有新的东西加入吗 不愧是主持人了 终于就问到这个 其实我们之前在年底都讨论过 就是说空中佛学院迎向新的一年 会推出新的单元 是 因为我们之前谈过佛教尝试啊 礼仪啊 包含有一些经典的故事 其实故事未来还可以再讲 因为活动多了 我觉得这部分还讲得少了 是 但是我想我们走过一年 应该要提供更多的佛法 给我们的 他也是实用的佛法 是 是很特别 空中佛学院至少走两季 就是半年至少 我想 他是讲冥想 但是呢 是冥想的运用 运用在实际生活 跟现在发生的时事 或者人我相处 大家关心的话题 但你怎么用佛法去看 我就把空中佛学院 这样子的单元就称为叫 明向你我他 是新的安排 所以新的这个安排了 我相信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 会非常受益 好 那我们的节目呢 很快要结束了 那么勇顾师傅 我们今天还有需要补充的吗 这个呢 是压轴的吧 OK 我想迎接2017年 在中国的年底上来说 迎接新的一年 那是基年了 是 所以大师呢 佛光山开山中长 幸运大师 特别给我们写了一句 祝福的话语 那么还写了春联 我们叫灰春 就是在春联上 叫名声天小 会是基年 我们讲rooster 那么说公鸡一体 这个天就亮了 天就小 叫名声天小 那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说 一个人走过这所有的过程 你留下来的名声 一个人的声誉 那其实上天是知道的 因果是清楚的 名声天小 非常有含义的一幅春会 对 所以我们在给大家祝福的话语 像过年的活动通知函 名声天小 妙心吉祥 所以就用大师的话语 也祝福我们听众朋友们 新的一年 大家都可以有一个好的开始 也都祝福大家 Happy New Year 谢谢 谢谢会长 谢谢永固法师 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们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可以联系我们 514-721-2882 那各位听众朋友 我们来年再见